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变文人》 讲述了准新娘凯西 在单身旅途中被不知名的虫子咬了一口后 她进化成文人复仇的故事 电影的开篇是准新娘妖艳女和好友贱货女 在婚前参加单身派对 第二天他们去了森林里的溪水里泡澡 两个人开始互相调侃 然后妖艳女突然感觉身体刺痛 原来她被不知名的虫子咬了一口 妖艳女却不以为然 认为贱货女不必大惊小怪 森林里没有虫子才怪呢 妖艳女回去之后回顾了一下单身夜的视频 却发现自己酿成了大错 正当她犹豫不决思考怎么跟未婚夫坦白时 却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了异样 她竟然拥有了顺风耳的功能 妖艳女跟未婚夫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就跑去厕所吐了 吐完后就开始勾引未婚夫 准备要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没想到未婚夫突然捅破了妖艳女腿上的伤口 流出了大把粘液 妖艳女一脸尴尬的去厕所躲了起来 一场不愉快的交配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的妖艳女开始不停的呕吐 而她的朋友们却告诉她 这是因为她怀孕了 妖艳女心中一万个黑人问好脸 自己昨晚才那啥 今天就怀上了 不过她不断吐出的鱼子酱 让妖艳女知道大事不妙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妖艳女竟然真的怀孕了 妖艳女在浴室中做梦梦见 自己在一次聚会中 突然下了一堆鱼子酱 她的伙伴们竟然惨无人道的 玩起了彩蛋蛋的游戏 从梦中惊醒的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诡异 她爬出浴缸掀开自己的被子 里面竟然是满床的鱼子酱 妖艳女的面容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家里已经遍布珍珠和西米露似的虫卵 妖艳女愤怒的喷了一身粘液 杀掉了 在这个时候 跑上门来羞辱自己的倒霉婆婆 由于担心妖艳女 闺蜜短命女立马过来送人头了 她闯入妖艳女家 发现了妖艳女的秘密 满屋子的粘液和鱼子酱 让短命女恐慌 妖艳女这时已经完全变异了 手掌中射出粘液 毒死了短命女 而这边未婚夫对妖艳女的出轨感到悲痛 引起了魏弘夫 在车上玩起了车阵 拥有顺风耳技能的妖艳女 当然就听到了这一切 一招隔空失吼弓 让车阵中的二人看着彼此的脸 立马就吐了 妖艳女知道自己被背叛了 于是开始了她的复仇大计 所以说有些人真的是自己找死 妖艳女还没去找贱货女 贱货女自己送上门了 她一看到妖艳女家中的场景 立马就吐了 看到已经死去的短命女更是恐慌 妖艳女把贱货女五花大绑起来 开始折磨她 通过眼神协助叫来了魏弘夫 一掌拍断了贱货女的脖子 经过三百个回合的大战 魏弘夫一脚踩爆了妖艳女的头 一周后警察赶到 在魏弘夫的肚子里发现了大量的蚊子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不 新的故事仍在继续 通过这部电影我们明白了 没事千万不要去野外搞什么泡澡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就会被什么咬上一口就大事不妙了呢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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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我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